这确实有点糊糊 刚刚打武器这个对线 你多少年没见过呢 手游第一年见的 很久没见了 这样两边阵容选下来 感觉FG其实他们在上中野的配置上面来说 就看0711和大唐 这两个曾经在我们手游舞台上 都斩获过FMVP的选手 能不能够去串联起第一场的一个比赛 是 莉莉亚打破败王这个对局 咱们也看了一个赛季了 对吧 也不陌生 就是前期其实进攻压力 还是会给到FG这边 对 因为你破败王前期 要是打不出来优势的话 其实后面团在两年号 会比较难接 破败王打大团 可能一锤定音的向我 没有莉莉亚那么厉害 远不如莉莉亚应该说 莉莉亚的可能性还是更高一点 破败王更吃队友一点点 来吧 看一下BO7 两边第一场的一个状态 谁先能拿到这个机游赛的一个开门红 可以 看一下谁能够拿到BO7第一局的胜利 来吧 进入到战略车峡谷 全军出击 两边的一个记事符纹 我真的很复古 这迅捷不法青钢瘾 对吧 打武器没问题 没问题 拉扯一手 下路也很复古 还是要动先锋 大唐八爪球过来 但是河道里面先打了一套霞 霞开一个大招和泰克换了一个大 泰克的闪也交了 久久再来旁边消耗一下 那这样的话 弗烟哥把他给扣了 那这样这个先锋没拿到 前期FG有机会来控制自己的一个双资源 有点得不偿失了 这波 但这波就是阵容上面的一个曲线 还想来接 要来硬抢一下嘛 啊 直到了悠悠 悠悠这波被开到了 要接被秒了 悠悠大的没开出来 而且泰克没有死 结果再来一个夜来摇一睡 睡到 破满王再一盏 轻而引过去 把女团给收掉了 但后续KG的三个人能救得下KG吗 还行 毕竟闪现也还在 那这个峡谷先锋 感觉FG也不太感动了 但我觉得FG还是能接受 那毕竟自己呢 现在先锋要往中路放啊 悠悠想过来开 开的是一个泽力 但队友能跟得上吗 大唐跟上了一个夜来摇 逼说了泽力的一个闪现 KG也打出了泰克的一个闪现 但悠悠的闪量有点太低了 交一个闪 要继续强换 没有换掉 但128被盗国留到了 但有一个反击不暴 规避了非常多的技能 哇 这一波两边技能较都非常多 但没有人阵亡 下路亚索现在置为默认了 还是比较好打的 黄爵队斩过来先打一套 有虚弱呀 这个风没吹到 没吹到那应该是拼不出击杀了 这段时间其实KBG一个小强势期嘛 毕竟两个边线都是有限权的 中路想开一下悠悠 太阳要扳指下来 悠悠有点扛不住了 最后开了一个实验尾板架 但自己没闪的暴振 反而再炸一下 但是还是要倒 可惜 而且又是个千代游业命中了 简魂 先点塔 倒勾闪 但是这一波Sunflower 哎 没出来 红buff最后那一下没把他给烧死 有点卡手了 那一下没出手 卡平A了 下路可能也要被抓 给上叶兰 要二人九 借小名坐位移 有风吹吹到 那这样在下路也完成了一波击杀 看人头给谁吧 大唐必须得吃了 不能接团 对 太阳很有想法 还要选择开谁呢 亚索有闪 哎 找到Sunflower了 阴影中突然出来 而且知道你没闪的 大招已经交了 这波其实Sunflower不太好走 再一个倒沟 过在原地 071也不敢追了 闪现过来 第三段 追着给上一个虚弱 Sani拿到这个人头 但KPG在下半局也在打 找是盗128 盗18跳展直接走 呃 071的状态并不好 必须得回家 KPG能抓到这波timing吗 要过来打4打4 又是过来找一个9桶 9桶过去 接上一个大招 换了TP 安全的位置有点差 又被晕到了 就再一个大炸走了 就要闪现 5个人都已经来了 KG一个人看到最前面 大堂抢到了 大堂又让他给抢到了 而且后续莉莉亚有点无敌 这不再提提上来 而且回头发育了 摸了个水 下路想追一下128 小路跑得很快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人头再给莉莉亚一拿 烧死了 对 现在这个面具加上被动的一个伤害 上路想抓安然九被上了一个虚弱 安然九吹到了两个人 再接大刷一个护盾 还能再做位移吗 但是没有用 现在因为命中了 安然九也倒 现在两边疯狂的在边线找机会 那这个上路的战事点对味了 对味了 因为以前也是龙不丁的会给来一个这个 哎 知道了 知道是KG哦 没大招只能打一套 现在其实下一条龙已经刷新了呀 但是两边好像没有去的一个意思 要来开 开着的是格温 格温直接被秒了 要格温一倒 FG正面的团战是没有伤害的 要直接逼大龙了 是 找了这么一个核心的输出 而且九筒还有大的 九筒还有大的 FG只能看零七央央了 五打四的一个团战也不太好打 还想过来 想来强流 流是个TAC 后续再跟上技能 哎 拉扯的还不错 嗯 第一波拉扯拉扯还行 把霞的虚弱和血量都给打残了 还要动吗 我感觉稳一点 就去打条小龙 主要现在被龙喷的状态 不太坏 大通 一闪大流 流到了零七央央 零七央只能往后走 但后续还能再来留人吗 也留不住了 大唐这一波突射冷剑的开团 还不错 但也只是打残了对面的状态 能够保证自己拿大龙了 打大龙非常的快 这波有机会把大龙直接挖掉 大家看就看挖完了之后能走几个 大龙已经没了 那后续还要再来留吗 荡腰拔跳了进去 亚索再接大 荡腰拔直接白给 TAC也只能往后留 但是小路还在留人 这波大唐的位置有点危险 但是他还算能力太强了 RN9一个人深入敌后 被上了一个虚弱 但萨尼根本换不掉他 大唐过去 格温强性换掉了 但自己也走不太掉 大唐再拿一个人头 大唐已经在游龙了 这个莉莉亚 天哪 这机会完成了一波单杀 队友在上中在推 要一波了 小龙都不要了 上路也是开打 扭打在了一块 找一个贾格斯 由于有大招的 一股提先顶 再丢一个大 炸回来两个人 亚索呢 亚索这波不在正面 但是没关系 但是这个上路高地 也撑不了太久 要掉了 套车已经是开始 进攻对面的一个水晶了 萨尼一个人还在苦苦支撑 回头捡一下最后一个金身 还是要被亚起身 亚起身 直接带走了格温 那等着亚索带这波兵线一来 就要一波结束掉比赛 比游戏的第一局 让我们恭喜KBG 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先下一程 恭喜KBG 这把KBG整体的表现 大唐打完之后呢 也是笑了起来 他这把打得真的有点太好了 是 卫局 就是靠着那波 一闪 抢龙 然后呢一闪刮到了四个 在后续队友的一个流选贾克斯 我就拿这个也不 就是不选贾克斯 就想玩青钢磷 有一点先手能力的英雄啊 这两边这种选下来 我觉得这把FG的阵容比上一把好一些 好玩多的我感觉 但还是那个问题啊 就这个阵容 我打野玩家很爱用的 对吧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用 让我老被炸 就这个九筒打野 我个人理解是 他是属于一个 泰坦打野的一个替代 对 其实玩法差不多 对吧 都是那种核弹流 然后一套技能把这边打死 高风险高收益嘛 风浪越大于越贵 但在比赛场上 这种极其想究容错率的 赵万石峡谷里面 就得看林桥要怎么样去带有自己的思路了 来吧 直接进一道比赛 电刑的九筒 这把两边的 其实浮纹也没有什么差距 都比较常规 他往那一站 我就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这边也是强行推 现场过去找 这边也是他给的视野 闪现过来 两棋了 两棋的一字无敌的 九九 直接被线杀了 我这谁能想到呀 这主要桑弗拉二是一个人吃 直接吃到二级了 一波线到二 然后悠悠直接闪现 看怎么抓下128 128闪现已经交了 给大五级打四级 那就盖伦走了 这盖伦 这时候还是四级已经走了 而且这一波 好像是 天崩开局了 就闪也交了这波 对对吧 闪没了 然后这波线就是又是一层肚层的 不止啊 这波感觉 他把 应该是九总的大招去换掉了 虽然他这波一炸 把U给炸了回来 U交了一个闪现 但他能走掉吗 应该是走不太掉了 KG也过来 一个大招做 做的是个零七一一 但是他有点不太够 泰克再跟上一个英雄登场 做一个保护 人马终于是把这条龙给拿下了 但FG的血量也太低了 R1930来迟 要过来强行打一波 当然马先去找Etherail EZ可能要 哎 这波大招是一个人马 只有马先不拿下来 但人马的毁灭手机 配合R19的一个进场 让FG这几兄弟 根本没办法处理 R19两个人都到手 当12830拼死去换掉了 对面的一个Etherail 但自己能走得掉吗 呃 野区还在绕 但绕着这个位置 感觉要被包 卡了一个视野 反向跑 减速了 减速 等悠悠来 悠悠 悠悠身上是没大招 把急跑给敲了 状态保持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招想来清线 悠悠就在后面 四语山流看得很不错 再一个大招 没有站到格温 后续一则热的弹 也刮到三个人 R19已经倒了 加上要在原地给一个大招 下路的塔也要告破 大唐来了 人马拍马赶到 恐惧到两个人 再脚踹过去 但大唐的位置很落单 大唐直接被秒了 主要这一波是个三打五呀 兄弟 青钢营也不在 呃 有点冲动了 确实冲动了 大唐这一脚踹进去 挺冲动的 其实他这波不踹 就拖一下 就在旁边转一会儿 让青钢营把这个下塔带了 我觉得就是 FG的第一波冲击力很强 而且盖伦在身边太厉害了 你不感觉 呃 来了 你看又来五打五 怎么说 这么一想过来看吗 R19 强一步去留人 看这个加里奥 加里奥有个多朗护盾 先出第一波伤害 再给一个大招 炸回来 很漂亮的连波combo 又有结被秒掉了 而且亚索 需要也给到Sunflower 沉默 再接闪现 盖轮两连破 那这样的话 大堂能走吗 大堂还是能走的 而且这边KG是找了一个小草丛 赶紧回城 为什么要来打五 对于KPG来说 还好是有这第一条龙 哎 Sunflower 那没了呀 啊 这么自然吗 这么简单吗 你是EC啊 主要是 有闪 然后有奥数月签 过来插个眼 这波这个奥数月签 只能选择跟那边去换一个经济 但上路的二塔怎么办呢 还有两个兵的 不可能又要被约了 对 要来 嘲讽 命中了两个人 又是一套不解释连招 人马死之前把大给开出来了 但是也于事无补 呃 霞的位置有点危险啊 那就是哪里亮了点哪里 把大招闪现全摁了 而且这中路有一个炮车兵 给大招想过去试试吧 把线轻了 结果就是宝塔 然后让R29再下路 能去做一个单带 R29确实 带完了能走波 对面有一个千里大包夹 盖伦加亚索原地回 哎 看到了 呃 感觉有点走不掉了吧 有一个急跑 大招第二招他减速掉 那走了 呃 走了吗 后面还有人 兄弟前有狼后有火 哎 中单冲击还空了 但嘲讽到 还是得死 而且这个时间比较早 大龙还没刷新 但是这个中外塔 好像双人组能够把他推了 那这样 不转啊 你别说KBG他们这几波换换的还挺好的 对 我感觉FG这样 完全转的 但是 但你这波能够能把大龙 哦 来波大的兄弟 人马在拍马赶来的路上 但是好像来不了了 来不及了 这大龙有点快吧 兄弟 大龙打掉了 而且陆时还有留人 留的是一个太太 太太这里上了个沉默 走着掉马开着石匠鬼 一直过来 恐惧到了所有人 但是没有用人马上的虚弱 安德鲁还没在正面 再虚弱大招炸回来 盖伦大招没出手 人马已经被融化了 哇 这节奏 一波三折 这真的有点一波三折 有点快呀 这节奏 嗯 这现在这个情况开起来 都可能被一波了 感觉是两路的呀 不太好 这两路 人马在绕 真没想过来尝试一下 但塔要没了 安然九是交大招 强行把线给清掉了 直接大招起手 一个大 大成三个 大了个天女散花 没问题 但中路的塔是保住了一波 下路塔也能够保住这一波 没破路 你别说 这能没破路 安然九三件套 就C位都是三件套的 KP想要把握这一波 但是悠悠 没有去抵消掉 悠悠要截被秒了 盖伦大还在的 R9也被一个大招斩下去 丧射了第一波的作战力 这样后续的团怎么办 而且九筒大招还藏在手里 是 呃 家里要再一个大招进场 留下了中野 这位这里也走不得了 又没进步起来 两个人 FG要顺势完成一波了 感觉 最后大堂也走不掉 霞拿到了双杀 动路 冰线也刚好过来 那这样趁着这一波冰 应该是可以直接拆掉对方的水晶 我们也是要恭喜 FG在第二局 搬回一局 是 而且这把比赛对FG来说 也算是前期的小烈士 到一波一波的打回来 蛮不容易的一个翻盘了 是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确实在 BP的时候聊到了 有一定的进攻压力 而且前面两条线上 对线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对 其实前面都比较崩了 但是中期这几波团战 打得实在太好了 也没啥可藏的 而且主要这个版本 你打野你后出 没什么好因素 你想想又不像以前 以前那种野荷版本的时候 大家多看两首 我后面可能出个什么 南枪 贾克斯 这种英雄 南枪就很明显的优劣势 就中期打价会比较多 尤其对于KBG来来说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控制链也够 然后呢 前中期的伤害也比较足 毕竟霞也是个前中期 打伤害很强的一个英雄 而FG他们这一套阵容 后期有一个小兜底 在格温这里 就撒尼的格温 就看一下 能不能够顶住中期的压力了 把KBG这个阵容打收割 蛮厉害的 你别说 剑膜呀 我盖伦先斩一个 然后剑膜直接启动 对 就盖伦给剑膜启动的 给他刷大灭用的 这边应该AD来个金克斯 剑膜启动了 我金克斯也启动了 罪恶快感 不过剑膜打中单 他有什么优势吗 对 鳄鱼开始断线了 可以 solo赛的情况 感觉死了呀 他这没闪这么玩 阿然九来了 对吧 过来 把炮车吃了兄弟 我人可以死 我炮车我得吃 行 吃到了 吃到了 他这个断线 换完阿然九也过去 保一下大唐去打小龙 中路还在 你浓我浓的 想过来骚扰一下 啊 又给大了 要来了 打得很快 泰坦已经把龙给打了下来 先锋 先锋应该也是071的囊冲之物 但自己能走得掉吗 人马是不能被开到的 强行过来 要来平逞了 人马还是拿到这个先锋 而且后续这人马盾能力太强了 哇 这波双C都没到正面 就直接砍瓜切菜 把悠悠给斩掉了 差距不会太大 看这波吧 因为泰坦是有大帽子的 这没想过来找一下吗 他顶起来顶起来是一个鳄鱼 鳄鱼赶紧交恒通之双走 格温 格温已经来到了正面 泰坦也被打了一下 先处理一下中路的一个兵线 九九在侧面疯狂的消耗 但要被激进飞了 大闪起来 EZ基金被融化了 EZ被秒 当摇 小巴翔过来咬 咬是一个打野 打野也被秒掉了 三方还在侧面消耗 但现在先要围绕着剑膜 让剑膜刷一下大面 剑膜还在卡在河道当中 对于FG来说 后续只能先且战且退 河道剑膜的扎伤力啊 是 一波团打完剑膜还是满血 但是现在两边都没打野了 这条龙 看FG要不要过来碰碰运气 但好像有点难 没有能碰运气的东西了 这波 闪现过来 大招再交闪 倒沟也流到了灵溪11 灵溪11这里只能走 这波桑佛还蛮集中的 他一个大招把对方人马和准备 拿到一点小节奏 就开始野区找你无脑打架了 又是盖属性啊 这个位置 就上一把FG是这样的 刮一个大招没什么用 先把哈马 先把哈马 位置有点好 要去找一个大堂 而且这波正面的团 也是一波溃败 瑕疵被担扰了 艾燃九先交技能往后走 又被恐惧到了 艾燃九可能要被秒掉了 艾燃九如果一倒的话 正面就没法打了 我们还在追着剑 KG有闪现 但是第三段引证速射没有射中 大龙要没了呀这样 怎么说打也没了 这波大龙不一定会动 也不打 可以选择去压一波中二 下路的话三个人应该是能守 但是中塔的话可能要掉了 是 这波大堂勾那个篮吧 把自己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 而且鳄鱼那个角度有点好 正面找到了九九 九九的位置有点差 要没啥点死了啊 我感觉这EZ EZ咱们要不就别选了吧 打龙很快 那要看FG来尝试四打五了 正面先找一下0711 071被沉默给到 然后后续艾燃九也在卡住这个艾口的位置 没了呀071没大招的 KG被打了一套 杨再撞到两个人 那这样的话大龙应该是要没了的 没了后续团还要打吗 又是合道建模 艾燃九一个人卡住这三个人的位置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现在把这位置卡住了 又有一个人卡在 艾口处 好像这个龙有点过不去啊 一个人快solo掉了 闪现开 顶两个大招暗影突击 直接秒了下 要动龙要动龙 龙魂很重要 蓝色帮拿到了龙魂 那KPG所有人直接走就行了 KG加油 你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KG没能换掉 那现在龙魂拿下来 对于KPG来说是很赚的 是的虽然说 奖弹格温是不害怕跟你打肉搏战的 就是规避第一波 KPG这几兄弟大招一流 让建模刷大灭的 还是看开的怎么样吧 又来了 大招先给个裸大 给个裸大 直接把球球占没了 这什么伤害 这什么伤害 不懂啊 这什么伤害啊 我说实话他都没想到 我刚才想到了 这个大过来交给 哎 炸后来个建模 二人九大灭一开要死了 二人九一死 这零七二一和伞地还要往前追 而且当然要把这边咬到了霞 这边有一个团战 全是各位的玩具 背上了一个沉默 KG只能叫出一个闪现 Sunflower 赶紧是交闪现 交道沟直接溜 那这样的话 以二人九一个人阵亡 是作为一个代价 那先回去整补一下状态 20秒 大龙两个人 现在建模也复活了 所以说这个大龙也不能去RA 可能还是要等一下这个远古龙 要等远古龙了 远古龙的一个团战 确实还是不好说啊 两边打得太接近了 过来找 直接是找一个后排 KG被一脚踹了过去 看着实验鬼 但是完全扛不动啊 JB再给上一个大招 Sani把盖轮给击杀了 然后后续建模感觉能刷出来 给我看了一个金身 但JB又被咬住了 R9还有个实验鬼 JB没有死 但后续的团怎么办 赶紧回家补状态 那这样的话 第一时间感觉FG也不太敢去动这个远古龙 因为自己家这边的CV也比较残 主要最重要格温没状态了 但又是一波4打5 4打5 我安然酒的大面还差一点格温的技能已经好了 大堂有闪现的 我觉得这个谁能抢掉远古龙 可能要成为这波团的关键 要看两边的FMP打野了 这边再挂一个大招 先来打一下 把鳄鱼给瞪回来 不能打远古龙 太好吃了 对 不能打远古龙 还是要去打团 鳄鱼要被秒了 鳄鱼一倒 而且后续也找到了狭子机会 3打4的残局 远古龙回血了 这个远古龙感觉不能再打到底了 还要打吗 有视野的 有视野的 正面悠悠顶了进去 R9还想虚大面再过来打 有TP 过来强行找 盖伦要踢下来 R9过去没能换掉对面的人马 R9再一倒 得看大堂去抢 萨尼有点能减啊 在人群中 疯狂拽索一个大招 又炸回来两个 悠悠的一个扬顶的不错 但是没有任何的输出再跟上了 悠悠尽了全力 但是没有用 萨尼再来找大堂 大堂想回小龙没有用 萨尼 格温一个人拯救了FG 要一波了 随着KBG的团灭 要恭喜FG赢下第三局的胜利了 萨尼的格温啊 这一把疑似没有阵亡 顶着对面的火龙魂 突破团战 赢下了KBG 哇 最后团战的拉扯也是非常的完美 萨尼活了之后还在努力做出出有精神 但是FG也不管了 直奔你的水晶 恭喜FG 这把凭借着萨尼最后一个人的发挥 顶住了团战 让一追二 但我们是BO7 是的 BO7的一个悬念啊还一直在 但我觉得从前三局的表现 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两队的实力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而且在BAC有点多了 但是打野 三个要吃资源 这把FG防守压力还挺大的 而且左边又是那种经典一波流 对吧 维鲁斯加大树加盖伦 格温人马进来保底线 但是比赛里面 大家都比较集中 嗯 叫我就没那么好了 因为这个英雄其实爆发很高 再加上手游这种比较独特的一个出装吧 就维鲁斯他做一个双球 那个百分比伤害你看不懂 鲜蓝刀然后怎么三项 然后再一个小舞制造者 对 啥都能出 那个伤害真看不懂 对 然后到后面大招CD又快 有时候那个一波团拖一拖能放两大 两边第四局啊 KPG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能否强势反击 还是说FG拿到这种后期很好打的阵容 能不能够直接把比分拖到赛点 看这一局了 这样了可能真要来打一波 真要来个55了 真要来打55的话 FG得打更加谨慎一点 得看KPG的一个先手了 感觉这波是KPG的节奏啊 是 KPG的一个机会 他们先选择把线处理过去 因为他们这个要先手的话 维鲁斯必须得在正面 呃 但格温现在有个小脱节 他是被卡了 悠悠一个大树 其实你去绕后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嗯 他感觉可以直接来正面吧 先来动一下 是吧 尝试一下 盖128 盖128的位置有点危险 直接叫下线 而且 哎 大唐被炸了回去 大唐这么好 再是有一个大招啊 而且侧面RN9也拖到了对面的所有人 那这样的话得看Sunflower Sunflower再给哥哥零剑雨 他当然已经用过了 盖128的血量有点太低了 先锋 先锋还有三多零 血量再一把 推回三个人 但伤害有点不太够 贾斯 贾斯拿到了大树的人头 那先锋怎么办 这个是当了两个人 都可以重新斩死了对面的人 但后续的团还是打不太过了 而且这个侧午先锋 没有打野的情况 这辈子人马给收掉了 哦 人马打到先锋 在龙峰里面下个横中直撞 还没转好 沉默上来直接被维鲁斯带走 这波还是KBG更转一点啊 主要还是这个二号一下 警惕性还是比较强的 你看这个龙王的站位 想来拿二塔吗 要过来强行打一波 悠悠 有个自然之卧 绑过来 没有绑到任何人 天铺的大招 砸一下 悠悠焦闪现 化解了这一波追击 差了两千块 但此时的泽力 你给他两千道 可能效果也没那么好 要来试一试吧 如果这波再放的话 接下来腰腰哥的压力会比较大了 然后哥就再往前走一步 感觉都要被捆了 真要被捆了 龙已经刷了 正在打 想过来先找大树吗 但大树还是比较肉的 第一时间 直接是爆了龙 而且后续在侧面 维瑞被反卡了一手 进来武器先给大招 悠悠也开了一个大 要看龙的归属了 想拼撑 先开个石像鬼玩甲 大招定住一个武器 龙是先被维鲁斯拿下了 但龙克这个地形有点差 龙要在里面猛喷 这波团其实打的还可以 但小龙被KPG给拿下来了 没拼过 但是中路的话能反抢一个中塔 主要有维鲁斯啊 这个惩戒之剑 确实 但现在要硬来推 还要背流 二人九个四旅船流 是配合着队友 把这波中心塔给收 像以前对吧 这么肥一个武器 直接跑到下落 比赛 要过来找荡128了 鳄鱼 鳄鱼开了一个大招 感觉还是走不太掉啊 虚昂鬼也已经开了出来 盖伦一记大招 德马西亚的正业 就带在了头上 但现在视野的压力非常大 下落压缩了非常多的机会 想过来强行开吗 但看来是一个盖伦哦 大招也没选直接扔 又是过来抢这个蓝MUFF 大树直接开启了一个大招 先来打对面的一个鳄鱼 荡128也开启了一个大 后续要再来接一箭 结把荡128打到一个很危险的血量 要过来动龙了 128的压力也比较大 他必须得抢到这条龙 可能才能往后拖 先来找一下对面的KG 但对面是一个盖伦啊 反应风暈住 盖伦又被打了一套 开了一个使用轨 肉还挺肉的 而且0711大招也已经开过了 桑菲尔就在侧翼虎视眈眈 他的腐败锁链还在手上 现在格温带中线再往这里靠 是一个包夹的姿态 悠悠被流到了 但是悠悠身上也有大招 腐败锁链已经用了 留的是一个0711 0711的血量有点危险 但是有天铺 天铺砸下来 化开一个战场 后续的话龙 还有5000多的一个血量 要先去找一个蛤蟆 吸吸血了 但正面这个天血的龙 感觉要被乱落底了 可能要给了这个龙魂 龙给了 那这样的话土龙魂啊 龙王终于是有了一个中亚 但光撒腻一个人的伤害 是不太够的 这波又没天铺了呀 这波这个砸得也一般 就找不到那种 对方扎堆的一个角度 这波只有一个星落 先开大树 找大树 大树直接滚了进去 把子力开了回来 在那边恐惧到了 一战要踢死了 久久丧尚的作战能力 4打5的短KPG 还要往里追吗 等来了格温 格温来到了正面的战场 现在FG只能且战且退 久久只能回了 但逼出了对方这么多技能 感觉可以去动一下 这条远古龙 泽力还在家里 刚刚在往外赶 正面短时间内 只是一个4打5 伞逆有点危险 开到了伞逆 伞逆开了个精神 但是救得住吗 叫了一个闪现 就等直接被秒掉了 零711 很能扛 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泽力来了 但维路斯一键 Sunflower一键 直接把这边给开到 又绑回来了 泽力久久也倒 KPG 这一波打完应该是要 我又动了 感觉想一波了吧 对感觉有机会直接一波 然后还派人马一个人在里面打 对吧 有个留个plan B 万一没一波掉 还有远古龙 没问题 但是感觉是 有点难防守的 现在有一个前排去扛就行了 不让热鱼回 不让热鱼回 感觉只要有三个兵正面扛着就可以 是的 中路我们可能要看一下中路的一个效果 荡128虽然很能拖 但中路讲四一个人是有点扛不太住的 再一个大招 还有一个小兵 小兵还在 他化身为了KPG的第六人 但是小兵已经没了 点不掉了 这边还真一波不掉 上天再借二十秒给他借到了 下一波兵又来了 只有九栋一个人 闪现天打 没有要恭喜KPG 直接把比分再度翻平 双方来到了2比2 这把温水煮青蛙 是让游戏一步一步的来到了自己的手中 这场BO7还留有悬念 是 两边要迎来属于他们的天王山之战了 那这把打完确实我觉得 我们赛前所说的C位太多的问题 如果说选到卡哈这种的话 就叔叔还是太看安然就一个人去挡 泽力确实也行 泽力就是站在我们前面说 缺少伤害这一点来说是更合适的 反正KPG的阵容选的 就是完全相信自己 对吧 大唐这个 我觉得KPG在前几波资源团 是能跟MG拜拜手腕的 主要是阵容感觉选的 也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对 因为他们都是不留退路的阵 你打莉莉亚 你这一套阵容 你打到后面 莉莉亚就是无敌的 没优势就记 这个真的是没有优势的话 就是0711这把也是游龙局 打到后面其实一个封墙 基本上你伤害莫出一大半了 然后再加上如果后面出到 比如说像金身 像水岩这样装备 你这种锁头一套的体系 也打不出来的话 可能就爆了这个阵容 就是你开团也不是 你不开团也不是 因为本身手也短嘛 也没什么透过能力 对 这把对于KPG来说 前期很看大唐 而在中后期 中期吧 我觉得这把可能 拖不到后期就要结束了 这把中期可能 就是得看双C了 尤其是安然久 而对FG来说 就看整个团队的一个 协作能力 能不能够把这套阵容的 上限给打出 直接放到下路 放到下路完了之后呢 撞一头 可以往中路野区 给点压力 挺罕见的 但是大唐过来找到了对面的一个位置 给天板红 脸红 再跟上加料的一个大招 结果来找伞逆 跟闪现 利亚的一个睡 睡到了 他自己可能还是要被秒了 点燃 这么能烧死 安久再过去找九九 那这样的话为何 零七一一完成了一波互换 也是以一换一次为收尾了 也不转 没有水银或者没有石像鬼的这个容错率 但还好 有腰带也相当于是 加点容错嘛 他毕竟灵活 想过来找了 过来 大招顶回来 睡了一下还不错 有机会秒 悠悠悠 大招想跑 跑不掉啊 而且侧面也留了一下盖伦 我顺便登回来 KG可能也走不太掉了 加了个闪现 被一个斜角的 爱伊利人给命中了 在街上压索的大招 狂风全息斩 人头给到了盖128 哇 这波一个关键掉点啊 有点给机会了 是 那中路还行能守得住 推不了了 但是两个人 电了一个小重伤 导致他 纳石的速度也会比较慢 过不太来啊 格温也被卡住了 被压索 现在KG有被动 可以慢慢地回 而且中路也被 找了机会 想来找一下剑魔 但格温也被逮到了 想过来强行开剑魔 剑魔被一个刀斩了下来 但是有个成果 他没有死 后续龙应该是要掉了 那这样的话 KPG要来平成了吗 给大招 看看龙 龙是谁的 莉莉亚的龙 加里奥再给上一个英雄登场 保护了一下大堂的后撤 没有办法呀 需要吃更多的一个发育 天路现在一位一打这个压索 我感觉都打不过吧 真感觉打不太过吧 有腰带的 吹到了 接大招 九等就在后面 RN9的位置很危险 又被上了个虚弱 闪现过来一个大炸回来 吹到RN9走不太掉了 魏也在侧面 被剑魔给赶走 那这样RN9在下路被招完之后 感觉很难有死的画面 大龙做文章 而且主要还是手短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站不住视野 人家站住在那留种什么 秘书射击在那猛poke你 啊 动大龙了 这波打大龙速度非常快 让你格文不在 啊 想要来看一下龙碰的视野吗 但是被抓到了 杰给上一个恐风崛起斩 KG交出一个闪现 但还是被叶蓝亚给睡到了 接下来有一个大招 再跟上正面 这波控制的第一线效果很爆炸 但后续呢 好像没有什么后续 桑菲老也开启了 一个超线暴闪 但是没有用啊 伤害完全不在一个level里面的 呃 想压一波中 大龙也不打了 因为机能也叫 小龙要刷了 这波打小龙还行 先压波中 压波中 风路四续残留硬减 但还是得走 确实 压完了回家补波状态 出来再接小龙 小度也很关键啊 因为这个阵容除了双推 哎 怎么说 哎 这边截开 开到了 跟上一个大招 这波桑菲老皆被秒掉了 Tag这么好开 而且悠悠也交了一个闪现 后续当128开了一个大招 拔劲四股心茫然 不过没关系 对面已经倒了一个AD 结果一过来动大龙 轻心辛苦苦苦发育了三件套 怎么一波没了 又是双招都在 大龙还有6000多的一个血量 有点不太敢拼乘吧 但有一个视野 大堂是一只站眼上 踩剑顶 又好了 家里要给上一个大招 想做一个援护 但是爱然9 在正面还有一体能打的 再给他填满红链后 这波爱然9还在尽力 在被力量给找到了 剑魔是被盖伦给斩死了 还有机会吧 爱然9 爱然9最后还是倒下来了 再一个封 又是被两个人 盖伦银是在后面转 再开实验鬼板奖 还是比较能扛的 这波能拉走吗 下个封又要好了 第三个大 嘲讽又嘲讽到了两个人 KG可能还是要被再 伤害不够 反而防御塔 是把这边Tag给带走了 精神弹幕再锁过来 但是并没有造成更多的击杀了 一技能留到了散地 大堂的第二个大招也好了 抖不掉了还在滑 但下一个一技能也好了 冲拳再过来 大招甚至不着急给 不是吧 啊这也行 那这样的话要双龙会了 这大龙加远古龙 这波必须要说 安然9在那个爱口 就真的贡献了茫茫多的伤害啊 而且这波大堂 他拉扯的真的好 对 回方你可以看一眼 就第一时间拉开了之后 然后反手一个大招又锁回来 先把你这边128 给出一大招 试一下 还有一手抢龙 还有机会 还有理论上的机会 龙还有5000多的一个血量 这边又想过来 再开了大堂 不要了嘛 金销已经去中路了 龙真不要了 就给双龙会了 最后靠下路双大招尝试一下 但是没有抢到 这一波应该是没什么机会 而且安然9要小心上自己的位置 先把自己的大招给用了 也怕对面来开啊 对 有封墙可以规避中路的一波 但侧面的大招也减完第三段 中路的高地应该是要没了 再来减上路 可以尝试一下 安然9是没死的残留的 但是远古龙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还有40秒 要过来找KG KG交闪现 悠悠也跟上英雄登场 护住了队友 再等下一波线 Sunflower 哇 这么帅吗 但是他还不太够啊 闪见回去喝水 喝起来了 这波Sunflower 他想利用远古龙最后的那一下 差点给他盛了 差点 为回了 为这一波回家了 看KG4打5要拖一下时间 正面想过来 亚可丁大招 安然9这里被找到了 但泽利的输出这很好 主要大堂还没来正面啊 富货架已经被打出来了 正面的话反手先劈死一个剑膜 但后继终也倒了 再一个吹 吹到了 070拿到了一个双杀 但Sunflower后面也在贡献输出 两边打 要来动了 要来动了 打龙是不是还是可以的 要被发现了 但被发现了又怎样 好像来不及 双体P两道光柱 正面 蓝队帮只有一个依瑞瑞尔 力量还在来 该赶到大龙已经没了 这条大龙 已经是被红色帮给拿了下来 哇 又要双龙会了吗 现在对FG来说 已经起步难下 也在打也在打 两边在和时间赛跑 还打不掉啊 这个血量 PG来了 直接锁 索罗斯散一看 圆古龙的一个归属权 再给上一个大招 要是好像被秒掉了 这边要打团 桑菡老师在身边上 还打满了 悠悠抢到了 圆古龙 KPG 这把要翻盘了 哇 我只能说 这运气 站在了KPG这边 加里奥抢到了这条圆古龙 天呐 这把究竟看了 怎样的一局比赛 纠集过山车 最后双龙会的BG 恭喜KPG 拿下赛点 3比2 领先于FG 难道说三冠王又要在季后赛里面开始发威了吗 还得是季后赛 还得是BO7啊 我感觉真的 这把是真有点夸张了 这把 这把主要那一波最关键的一波团战 真让KPG找到了机会 而且 我觉得 改了也没多久嘛 没改之前还是强度差点 现在大招能刷新了之后 提高了瑞伦那个上限 打架能力是加强了很多 而且选到飞机 我觉得也是考虑到这手这把就直接下路去把AP上来给补一补 嗯 可以有KPG 那这把0711啊 他可能得站出来成为那个打破操作上限的人 而且他这把选的瑞伦我觉得还蛮有这个可能性 怎么说 就大招刷新 哈哈哈哈 但这个我基本上只在大乱斗里见过 大乱斗那时候小张也有把瑞伦就是 一直能刷新 三四个级 有画面 对 瑞伦打起架来确实前中期还蛮厉害 而且有点脆的 哦 这这英雄确实有点 对 一般对方经验比较丰富的话 就打算先开你瑞伦 那以前的滴滴配版建模 排一个视野 看一下这个下路啊下路确实要对拼的话 KPG这阵容 这这个组合不好打呀 也都不刷了 四包二 萨尼也来了 呃 这个BO7第一次 要来强流 闪现 哎 看下这个击飞到两个人 这会怒火流到 亚索在跟他技能 泽力直接倒 人头给到了 零交腰 哎呦 这波好针对啊 四个闪现 没问题呀 四个闪现直接交 就想帮助下路 看能不能尝试打开一个缺口啊 柯温五级了 开着引证速克 强硬上去 但是大唐有五级啊 鬼面冲锋 泰克勾强 还是被恐惧到了 神太够吗 不太够 这个控制抵消有点关键 嗯 一时间大到其实有机会 对啊 但是现在也是仗着有飞机的导弹包 强行过来打这条龙 呃 可以先把龙拿了 导弹包在后面做一个掩护 你人马这波进来的话 你是跑不掉的 过来把龙一拿起 强大大的很不错 泽力开了个超线包 闪现被起来 两个人留大留到这一波 但剑魔在河道 有机会发力的 可以进 还有机会 天神下凡了 这位置还能再往前追 但是虚若给上人马一丝血 被飞机给点死 回头亚索 再一个疯 掩护队友 第二段捡起来 最后一个快刀乱捡啊 力气你看到没 啊 而正面又打起来了 先打泰克 泰克交了一个闪现 人马抢到了这个先锋 大狼这么立功了 而且艾然九一个人 卡住这个爱口 剑魔还是把他让给击 击杀了 那正要先占据龙坑的位置 这吧 FG还是想多拿一条龙 增强一些打架的能力 悠悠也过来看一下视野 艾然九又是在一个绕后的角度啊 点燃直接用了 用了之后要来动交龙 把龙往下拉 结果在旁边疯狂的消耗 这样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拼逞的阶段了 艾然九又在正面 想过来尝试一下 但悠悠悠这波被留到了 剑魔斩了进去 蓝头把龙拿了下来 而且泽力的位置有点危险 萨尼进去了 又击比起来两个人 剑魔这波砍了起来 他还在留人 我这波KG天神下板 直接是砍出了对面的三个人 有九在塔下孤立无援 有队友能救他吗 零七一只能在旁边看一下 但是最后 换掉了 零光炸弹配合一个大导弹 换掉了一个 好香 反正不会动的呀 他们就是那种愿者上钩 可以 你不来我多试几次 像这波试一下 但没勾到了 当128也过去给了一下技能 发现没什么用 悠悠第一套的尝试 也还行吧 也没有想着打到底 而你发现现在打团 单包啊 但自己的第三件也没做出来 感觉这龙魂是FG最后的希望了 对最后的希望 阿燃九又在侧面 正面开辅助 找的是一个TAC 但是格温 格温在侧面打了一波 接上大招 想先来找阿燃九 阿燃九机身开得出来 大堂也进来了 又给机会 那三方的超级暴闪 收掉了压锁 三方的还能扰机会 但这个剑魔 剑魔在这边真的是阵神一样 KG还在追 能刷出大密码刷出来了 这个剑魔无人能挡 中路要一波了 只剩下128一个人 闪现恶后数链 还想再蹬回来 但是没蹬回来 有一个血手在 一技能赚好了 继续往家跑 应该是追不死了 那这样也是只剩当128一个人 能一波吗 好像有点难 主要浪费了有点久时间 这波追着追着 而且现在有一个 还没到16分钟 有一个防御塔的一个护盾 但是一波不掉 一路吧 一路吧 一路加一个小龙 这波我只能说 得亏是个盖伦 你换一个就一波 换一个都死了 换个鳄鱼已经没了 换一个鳄鱼基地已经炸了 盖伦太灵活了 可以 而且这波团 确实你已经把 所有的进场技很好 对吧 但很可惜 在侧面没有人管得了 KG的进场 悠悠这什么意思 太可 接过来 也不交技能 工程机 哇 他这玩的太装了 又想过来找了 海闪直接溜 KG在正面 压力好大呀 过来留下Tag Tag这里位置有点差 会顺利再瞪回来 大仗再跟上一个大招 当包拿到了太坦的人头 再开一个超线爆闪 还想再来追 又是建模 而且在侧面 格温单下掉了盖伦 萨尼没有被强力 就快给穿掉 要来去动大龙了 这波也不想尝试一波 动大龙以最稳的方式 结束掉这场比赛 一万经济了 KBG感觉要拿下 这最后一分了 这个大龙 没有任何防守的机会 0711 在中路直接 被九筒给看住了 是 我最难想象 我觉得对于KBG这支队伍来 真的仅此而已 你拿到什么东西 而且Sunflower真的 这一个BO7打得也太好了 捡一个导弹包 要殊死一波了 有大龙buff的兵线压力 正面想过来开九筒 能开得到九筒吗 吹到了 到后面 直接是秒掉了Sunflower 后续大唐还在留人 但是兵线的压力也有点大 感觉能 开始砍起来了 兄弟 现在这个建模的伤害有点高 而且这个盖伦在中路 打格温打不过呀 还在拉 还在拉 RN9在绕后了 这位置有点危险 但有视野能看到 主要再拖着拖着 泽力学要活了 想过来找下九九 接上一个大招 先过去找对面的一个球筒 由这里先来有点危险 RN9闪一过来 直接找飞机 飞机要先被秒掉了 而且KG也在正面 流到了0711 0711一死 游戏要结束了 Sunflower还在往前追 九九也走不掉 Sani再一个击飞 击飞起来 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现在KBG 所有的人员都还在 要直接一波结束比赛了 大开了 小兵已经是到了水晶前 KG的大灭 还在持续最后的时间 要带着自己的队友 结束这场BO7 我们要恭喜KBG KBG4比2 拿到了这场BO7的胜利 而他们也将在一天之后 将会面对NOVA的比赛 恭喜KBG 挺进到了下一轮 而且是进到了四强的阶段了 再次恭喜KBG 恭喜KBG 回来了呀 这都回来了呀 稍为 请不吝点赞 击换 快点赞 击换 快点赞 击换 快点赞 击换